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1年8月30日 星期一 這一節就要跟大家說一節就是 國情新聞 這一節就跟敏感詞 瘟疫有關 話說瘟疫就成為了中國內地敏感詞 最根本原因當然就是因為跟武漢肺炎有關 因為全世界用那個字就叫做pandemic pandemic一般翻譯做大瘟疫 本來就是 整個武漢肺炎的疫情 英文字眼pandemic 就叫做瘟疫 所以使得很多中文媒體 尤其是那些翻譯媒體 都是寫大瘟疫 所以瘟疫這兩個字就得罪了中共 所以 就要把瘟疫這兩個字就變成敏感詞 中國大陸就不能夠再用瘟疫這兩個字 搞笑的情況就出現了 中國大陸因為瘟疫這兩個字就成為敏感詞之後 所有東西都需要更改內容 不然就會被禁 結果中國的手機遊戲 裡面的台詞 本來講瘟疫 全部都改造 變成了自瘡 令到劇情就變得 令人哭笑不得 話說中國的網絡審查就是越來越嚴格 最近共產黨開始瘋了 所有字眼都變敏感詞 就快連奧運也變敏感詞 新疆棉也變敏感詞 Adidas也變敏感詞 瘟疫就是敏感詞 就快源頭兩個字 都變敏感詞 再來就是報告兩個字又變敏感詞 因為就是針對著 瘟疫 病毒 來源 源頭 報告全部都變敏感詞 以後真的不知道在中國大陸到底要怎麼說中文才行 這些還不是匪語 內地近日傳出有一家中國的手機遊戲公司 為了 能夠使得這個遊戲順利能夠通過審查 上架 於是就把裏面的內容自我修正 裏面的劇情本來包含著大量跟瘟疫有關的台詞 因為瘟疫兩個字不能使用 所以全部都改成了自瘡 令到這個遊戲裏面的劇情 變得非常搞笑 令人哭笑不得 裏面包括 我住的一條 小山村 裏面爆發了一場自瘡 逢是有自瘡的人 只能夠靜靜等死 非常之 荒謬 但又非常之好笑 事源就有中國的網友發現這款 手機遊戲 叫做時空暖結 這是一個超越時空的手機遊戲 但是因為中國大陸就是極度的 敏感 言論管制 裡面的劇情本來明明是要講瘟疫 但是 因為瘟疫變成敏感詞 要強行修改劇情 把裡面的字眼全部變成了自瘡 結果劇情變成 逢是 有自瘡也會死 原本非常之正常的劇情變得非常搞笑 令到這個遊戲裏面的內容變得非常之 不合常理 小山村竟然能夠爆發一場自瘡 有自瘡的人 等於要慢慢受折磨等死 那段時間得了自瘡 運身不舒服 犧牲自己和孩子 也一定要讓王子自瘡好起來 人心比自瘡更可怕 本來是說瘟疫的劇情 說要救回王子 誰知道就變成王子有自瘡 如果醫不回他的自瘡 就要等死了 結果人心比 讓王子自瘡更加可怕 事源眼尼的網民就發現 就發現 內容是非常之 不對勁 於是就在微博那裏拿出來討論 當初有人發現遊戲裏面的台詞 遭受生改 出了錯 覺得想來想去 沒理由自瘡就會死人 得到自瘡就等於要靜靜等死 這個好像不是很合常理 後來細心一對 發現原來自瘡兩個字 就是瘟疫來的 只要將瘟疫兩個字填上對白 整個劇情就會變得很合理 最恐怖的是因為他裏面的內容是說瘟疫 竟然是痔瘡 痔瘡會傳染 還要傳染到就會死 真是 人心比痔瘡更可怕 也有很多網友繼續留言 在笑 現在 全球的大流行 原來流行的是痔瘡 痔瘡會傳染 真是很恐怖 還有 現在 痔瘡還會變種 現在這個是變種痔瘡 還有痔瘡疫苗 打完痔瘡疫苗也無效 痔瘡繼續生 再可怕一點 再改一些對白再改下去 全世界多個國家現在 都要跟痔瘡永遠共存 那些不同的痔瘡 共存的地方永遠繼續封關 直至 收皮為止 好像 香港那樣 經濟快要崩潰 當然也有很多人留言 原來是解瘟疫 現在把 所有瘟疫和武漢肺炎的字眼 全部填回了痔瘡 應該 就是武漢痔瘡 武漢痔瘡最早爆發的地方就是武漢 現在美國在做的就是 痔瘡起源研究 要防止有進一步的痔瘡 也有聰明的網友 內地網民就說 實際上你對瘟疫那兩個字眼 那麼忌忌的最根本原因 就是因為擔心你自己 就是瘟疫的起源 這個真是一此中的 中國大陸就是這樣 他禁的東西 就會變成笑話了 他要禁的東西 多多也禁不了 64也要禁 港獨也要禁 光復香港時代革命也要禁 就快連黃色也要禁 實際上你不要笑 當日 雨傘運動2014年的時候 大陸是連黃色傘也不給賣 所以這個是一個超級敏感國家 對每一樣東西都那麼敏感 這次瘟疫也不能說 要將他 強硬改成做痔瘡 這個真是非常之可悲 結果8964也是不能提 89也不行了 最有趣的是 就是 幫他不斷增加這個敏感詞 讓他 每一樣東西都說不到 全部要說暗語 很快連翡翠的翠字也不能說 因為習翠翠 中國大陸現在就是進入了全面管制的年代 現在 走的方向 不是改革開放之前那麼簡單 現在 簡直是向著北韓進發 我們可以預計中國大陸每一個產業 都會崩潰 因為每一樣東西都遭受 中國大陸官方 官媒嚴厲批評 包括最近影視娛樂圈 還有手機遊戲 曾經是中國大陸其中一個 極大的產業 現在遭受 每一樣的打壓 例如一個敏感詞 還有官方媒體 批評這些手機遊戲 是精神鴉片 要在國內禁止小學生 打遊戲 整隻騰訊原本 想著用來對付美國 要學美國的 巨企 現在的巨企 做不住 唯一 捧起的產業 都被中共 自己忍不住一手摧毀 我們可以預計從這些種種跡象看起來 中國大陸 是沒有可能 可以搞到 經濟 所以換句話說 我們看不到他的經濟有甚麼機會好轉 所以 他就是向一個 自毀的方向 繼續進發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說到這裡 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我們只有兩個頻道 星期二得道和星期二日報 今天新聞盜取我們的節目 是非法盜取 大家記得要投訴他 這節講到這裡 拜拜